人體氣場顏色何止像前面那樣那麼少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日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一般我的人客來我幫他做水晶能量治療的時候 我會感受到他的光澤看到 如果一個人 正常有很多顏色的光彩 如果有問題阻塞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暗暗的灰或噴煙 在手指頭上會出一些負能量 一定要將這些負能量清理才可以 才可以解決到問題所在 如果在某些特定的位置 例如膝蓋或頭 正所謂那個地方受到阻塞 如果那些黑煙 或者灰灰暗暗的光澤圍著它全身的話 這個人的運氣就要留意了 就是極度不好運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 烏雲蓋頂頭上碰著一刻 是有它的原理的 它可能不只是做水晶能量治療 可能要處理另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人體是一個光澤 我們如果知道可以及早去處理 令到我們的能量可以很快地提升 是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顏色是一定要有多、漂亮才是健康的 如果即使你有顏色 譬如我看到紫色、黃色 但如果是戴暗牙也有問題 總之顏色有一定是 盡量要光澤、鮮艷 這樣就代表健康和運氣是好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Beele Sir 我感覺到自己是有些混濕 或者你真的看到 自己有些色是灰灰暗暗的 可能你是需要過來跟我談談 可能你可能要做一些水晶能量治療 幫你將負能量驅除它 令到你自身的正能量回來 人才會得到健康 大家一定要留意這件事